冬场事件 号称自己是冬场的张天青 九月份冬场的月份 再来十月份一粒一休 短短一分钟一粒一休 出审通过 蔡总统劳工是你最软的那一块 结果你把它吞下去 十月份是所有劳工会永远记住的月份 十一月份史上头一招选举大乱象 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号 中华民国史上第一次边投票边开票 我想所有的选民也永远会记住 这一个十一月二十四号 十二月份一样一粒一休 真的三赌了 真的三赌了 砍走了七天假成真 那另外促转条例三赌 还有新南下大漏洞 再来一月份 一月份 一月份里面的施政我想大家会常常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农田水利会变官派 这也是我们史上头一招 然后二月份里面卡管抹黑手段进出 台大校长有史以来悬空最久 造成了卡管事件 三月份 三月 国菜价格崩跌 那时候的吴英林 总经理沦为高薪的实习生 这个也是全国人民到现在永远都会记得的 然后呢 共同党升到电厂强行过关 这是三月份 四月份 很多人应该会记得互与不利的事情 还有选举奥波 到在线 选前说这个不会涨价不会涨电价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上个月的四月份 民进党 三苗勇 把李靖勇 的人事案 从立法院的委员会 直接送出不审查 所以这些重要的事件 我们把它记录在这个月曆当中 各位喜欢的话 我们会印给大家 未来我们会提供这样的服务给各位 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倒数蔡英文下台的日子 谢谢 接下来我想我们党团的书记长 他们会针对几个我们在立法院重要的事情 该跟大家做报告 我现在先请我们吴志洋书记长 接下来我们会以国事论坛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 蔡英文执政三年以来 违宪滥权的事情层出不穷 不只强行通过的党产条例 促转条例 也设立了非常多的黑机关 更明目张胆的将政治黑手 深入各个部会 以及各个独立机关 从中选会 NCC 教育部 甚至连司法院 监察院 都一一沦陷 无一信免 这些一大堆的东场 鹰犬 统统出现 政治凌驾 法律及专业 公然抢夺 抢钱 卡位 蔡政府贪婪的嘴脸 举国都非常愤慨 我们先从院籍的单位看到 我们很多院籍的单位都沦陷了 我们看到高唱 半蓝不满 不半绿的监察委员 陈思梦 不时恫吓我们的基层 司法人员 英系的监委 残害忠良 只因为侦查的结果 不利于民进党的人士 他就弹劾检察官 无视全国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检察官 联署 硬干到底 司法院不断的阻挡在野党 与人民提出的各种的视线案 不召开延迟辩论 只想如何敷衍过水 执政党的立委 仗着多数暴力 任意删减考试院的考委元素 捣毁文官制度 意图对文官体系上下其手 院籍的单位都是这样 已经这样子了 那部级的独立机关更不用说 出展会的张天津 自称为东厂 算计一连串的政治斗争 举国哗然 至今仍提不出一位像样公正的主委人选 西场的中选会 九合一选前不断的打压各项的公投 选务办的宁愿四起 李立大胆 大败后竟不思反省 执意要提名党性坚强的李静勇来担任主委 不惜爬窗户来护航召开非法的会议 三秒就送出了委员会 连受到任期保障的NCC的主委 都在政治力运作下 被请辞 屡屡开罚非侵律的电视台 打压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 就是为了在选前杀鸡儆猴 让所有媒体产生寒残的效应 我国独立机关早就变成了独裁机关 最后我们结语 蔡政府的三年执政 毁宪乱政 各种行径跟强盗没有两样 李静党不思人民的生活困境 不拼经济 只拼政治 放任东厂英权恨行 完全对不起人民的托付 365天以后 让我们一起终结蔡政府的执政 下架这个倒行逆施的东厂政府 还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日子 要过好日子 交给国民党 我们一起奋斗 谢谢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主席 两岸副主席 各位同仁 我就从财经的层面 来看蔡政府的 有关离岸风店的政策 我可以报告蔡政府 离岸风店的政策 鬼影闯闯 蔡政府将历史留名 留下骂名 我们看看以下几点夸张的情节 第一点 107年 临选价格每度高达5.8元 即使108年也高达5.5元 比国际价格高两倍 例如美国106年 美国荷兰跟德国的价格分别 2.3元 2.6元 2.9元 另外第二阶段 竞标价格 我们国内分别是2.2元 即205元 证明107年度的5.8元 高的离谱 而且一签约就是20年 要多支出9100亿元 需全民负担 引发各界的质疑 第一点 第二点 政府以较高价格 顿购的重要理由 需要达到带动本土产业的发展 但是依照经济部的评估 到2025年促进投资的金额 只有332亿元 当年度产值只有1218亿元 以都付出的9100亿元比较 不成比例 成本效益太低 经济部真的是一试 独立国外厂商 已有不法的评势 第三点 经济部原先议定 2025年里亚风电的发电量是3000MW 目前已经提高到5500MW 经济部更夸张的是 议定2026 2030年 又增加了5000MW 在短短时间内 大量增加发电量 如何培养国内产业 我要问民进党政府 你在急什么 你在急什么 一位土力国外厂商而已 第四点 为何不由国内的厂商 主导开发离安风电 离安风电是我国天然资源 有如矿产一样 我们看看国外 包括日本跟韩国 都有本国的厂商 主导开发 但蔡政府 却将离安风电 开发的主导权 交由国外厂商 上一年的利益 任由外国厂商宰割 非常的夸张 有没有不法 需要进一步去一趟 我的结论是 类似各地赔款的 不平等条约 将严重影响 我们中华民国 2300万民众的用电权益 也将影响国内产业的发展 有无不法 我们强烈要求 检察会员跟检调生命调查 跟各位报告 我们在立法院 党团已到地检署去告发 但是台北地检署到现在 没有任何的动静 我们希望台北地检 赶快进行相关的调查 维护国内的权利 谢谢 一位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想蔡政府这执政 三年来 我用以下这20个字形容 跟民意作对 让民主倒退 让劳工伤心 让民众伤废 以下我要针对他的劳工跟空污 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来做说明 第一点我要提出来 蔡总统在选前 他说劳工是他心里最软的一块 结果选后 劳动政见 大跳跳 一直向资方靠拢 一利休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一休再休 一年二休这是史无前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造成劳权的倒退 造成劳资双输 所以蔡总统现在人正在总统府开他三周年的记者会 我认为蔡总统你这三年来你愧对劳工 你开的记者会 应该首先要跟全国将近一千万的劳工进行道歉 因为我们看到在你的劳动政策里面 你答应劳工的通通都没有做到 你说工时要减少 但是在去年整体劳工工时还高达2032.8小时 排名全世界前第五名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劳工过劳的问题完全没有减少 而荒谬的是蔡总统你在5月16号你参加企业座谈的时候 竟然说劳工没办法加班是他心里的痛宣称要帮劳工找加班的空间 请问蔡总统你的言论完全跟资方靠拢劳工还是你心里最软的那一块吗 第二点他沉默要去修这个派遣劳工专法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法完全没有修法的进度 选前信誓旦旦说要保障这些派遣劳工的权益 选后完全抛到一边 这个证件也是严重的跳跳 所以我想蔡总统此时此刻你在总统府 应该是要跟全国的劳工朋友说一声抱歉才对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蔡总统你让全国两千三百万民众 严重的伤害他们的健康伤费 因为你的能源政策错误 我们台湾的空污问题没有解决 根据这个统计 我们2017年的排碳量比2015年还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一二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2018年我们被全球气候变迁 绩效指标排名当中被排名到第56名 列为非常糟糕的等级 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民意已经告诉蔡政府 你必须减少火力发电 但是公投过了又如何 公投过了七百九十五万的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蔡政府告诉你说你的有效期限只有两年 两年以后他还要火力全开 请问我们选一个政府 是要选他来伤害劳工的权益 来伤害民众的健康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全国民众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明年1月11号下架 这个会伤害人民的蔡政府 把它换掉 让国民党重返执政 我们保证 会给台湾人民一个更幸福安全的生活 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王女立委 接下来我们有请林一华立委 主席副主席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执政这三年来完全不及格 完全失民心 我要谈的是有关于两岸外交的部分 因为蔡政府的两岸政策错误 外交误判形势 不愿承认九二共识 让两岸关系倒退 激动 连带冲击我国民生经济及观光产业 又屡屡过分操作外交杠杆 民进党在两岸及外交的三地 逢中地反 逢美地亲 逢日地软 更使得我国在外交 生存空间处处碰壁 更把台湾推上危险禁闭 战争边缘 蔡英文执政两年内断了五个邦交国 甚至在2018 一年就有三个国家与我国断交 五个国家包括圣多美 弗林基里 多明尼加 巴拿马 布吉纳法索 吉萨尔瓦多 现在像梵蒂冈 史瓦定尼及索罗门 都一直有警讯在挑战 我国外交的考验 造成我国目前的亚洲 没有任何一个邦交国 欧洲跟非洲各只剩下一国 国际上快速的被边缘化 而我国在蔡英文执政 这三年也无法以观察人的身份 进入WHA世界卫生大会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大会 国际民航组织IQL大会 而这三年来面对我国的外交困境 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无论是外交部 陆委会 甚至是总统府的回应 依旧是制式化 票针式的谴责中国大陆 而完全找不到任何的因应之道 而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 我们蔡总统呢 去指忙着在外交体系安插自己的人马 仇庸官位不断破坏外交体制的文官制度 修法大开驻外外交人员的任用后门 政治任命绿营的政治人物 获其子女包括日本 谢长廷德国谢志伟 泰国同政员 法国吴志忠 瑞士黄伟峰 杰克光中医 爱尔兰杨子宝 以及希腊的郭时南等人 更有以资议聘用的律委 管帝林女婿林子阳 担任住泰代表 彭震源的基要秘书 还有搭记得口义哥赵宜祥 担任驻美政治组长 相当于一等秘书 月领27万 专业外交官被贬隙至极 打击外交人士气 实在是情何以堪 最近蔡英文总统为了要拼初选 不但全台踏踏踏走 行政院也全力配合 所有行政资源跟政策利多 通通跟着下去 而因为纳台派捡到枪 声量反转 就拼命呛纳言论 挑战对岸 制造两岸紧张 眼看就要把台湾 推向危险边缘 我们要请问蔡英文 你还记得自己现在的身份 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所以唯有2020下架民进党 让国民党执政我们才有两岸和平 才有国际空间 好我们谢谢林立豪立委 接着我们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林德福立委 主席还有 约各位同仁 还有各位媒体 记者林志先生 我想 民进党 在蔡英文执政之下 这三年来 可以说很多政策都是到行律师 像在最近 这个民进党假借保护国家机密之名 行滥权斗争之时 民进党因人设事 而来延长在野党重要的人事 出境的一个管制 这个明眼人都知道民进党心中只有2020年的选举 那大搞政治的算计 因为本席在今年的2月26日 在立法院院会里面 针对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以及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有关两岸党对党的交流 有没有涉及政治谈判 是我需要管制 我想我在整个咨询过程当中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说 这未有妨碍国家的尊严 而且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并表示国共经贸论坛也没有问题 那这一次吴主席已经送件去参加国共经贸论坛 要进行两岸互动的一个交流 那如果总统吴不准吴主席来互 这个互入来参加国共经贸论坛 那在院会里面的质询 不就是欺骗 说谎 而且毫无诚信可言吗 那人民还会相信现在的政府吗 所以说 你像这个总统府敢在解除出境管制前 来延长马前总统 吴前副总统 两人管制的一个期限 那为何只有针对马前总统跟吴前副总统 那以前的像李登辉啊 李秀莲啊 他们这个为何都不用限制 那总统府必须对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那民进党卸任的这些行政院长啊 包括赖清德林权等等 这些人难道都不用来延长管制吗 因为马英九现任总统 从没有这个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相关的规定 更不用说有泄密之实 那总统府却抢在三年管制期满前的两天 用这种突击式的来延长管制的期限 那限制宪法第十条所保障人民千许的自由 也没有清楚说明延长之必要 明显是因人涉事 那本席要问总统府 是什么情形来延长 是有什么泄密可能 真要泄密 在国内就可以泄密 那还要跑到国外才会泄密吗 那延长管制两年两年依据的是什么 尤其本席在委员会里面 针对陈明通 针对苏贞昌 他们在整个答询过程 我问苏院长说 两岸政党领导人 以及是国民党的吴主席 和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这个类似一些 这个这样的一个党对党的交流 那里面像 这个国共经贸论坛 他是有全程开放 并且 这个可以说 都是公开透明 不涉及任何政治的谈判 以及这个协议的签署 这个要不要管制 那苏贞昌回应说 两边对等平等 而且像这样 如果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要跟中共的总书记 两边要握手 最好还是谈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谈我们的中华民国 那都非常的好 那其实 这个陈主委 陈明通 他也向本席报告说 因为我们的修法里面 有很清楚的规定 必须是有爱国家的尊严 那我就问陈明通说 因为有爱国家尊严 这个定义啊 是非常的融统 那陈明通 他说不会 所谓有爱国家尊严是什么 他就说了一套理由 那我就要问清楚 比如说2006年起 两岸所谓的国共经贸论坛 已经举办那么多年 到现在已经第十一届了 那陈明通主委说 那个不会 那也没有妨碍国家尊严 很明确的 意识录里面都可以看出来 那我问说 这个妨碍国家尊严 到底有没有 陈明通说没有 甚至于说 这个我就说那没有吧 陈明通主委说没有 但是你去那里 跟人家要是唱国歌啦 损害国家尊严等等 那其实 我就跟陈明通说很明确 这个可以去吧 我再请教主委 今天若是吴主席 去参加这个国共经贸论坛 那陈明通主委他回应说 参加国共论坛 没事啦 很清楚 说没事啦 那参加党对党的经贸论坛 可不可以 陈明通主委说可以 没有问题 那 那当然我后续在追加说 可以吧 没有问题吧 那陈主委说 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很明确 所以说 这个 我们从以上 我跟苏贞昌院长 还有跟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 这些对答 在2月26号 今年的2月26号 到现在不到三个月 各位媒体记者 你是先生 你们可以去 拿议事录来看 对答的内容就是如此 那你今天 在当下 因为 马前总统 还有吴主席 他们要去参加 像国共军贸论坛 你当初的承诺 你当初讲的 在国会 所给本席答应 答复的 那现在 你完全在说谎 而且 人民还会相信这样的政府吗 所以说 这三年来 真的民进党 很多作为 很多措施 都是 一人设施 都是 倒行逆施 这样的政府 人民还会相信吗 以上 好 各位记者朋友 我们智库还有立院党团 以及两位副主席 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 大家 因为今天也是接近 中午 今天 针对 蔡政府 执政刚好 满三年 所以国民党用很客观的方式 由智库 立院党团 跟中央党部 共同来 开这个记者会 就是用实际的 都是事实的数据 来跟大家说明 在四个面向 其实 民进党都是交不出 好的考卷出来 这里面都有很明白的数据 不论是经济成长率 不论是 包括公司 解散 撤销 及 费指加速 民进党 是 等于减少了 10.82%的 公司的加速 那 这个数据是写 国民党是 平均为 负6.4 其实也就是 增加的意思 因为它是减少 是负6.4% 其实就是 增 增加 6.4% 这个就表示 从经济也好 从国际也好 都有很大的差别 拿国家的标准来看 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叫 免签国 就是对中华民国 护照 免签的国家 在 陈水扁之前 就已经有 54个国家 陈水扁总统 接54个免签国 交给马总统 也是54国 但是马总统 同样 8年 增加到 164个国家 给我们每天 164减掉 54 就是净增加 110个国家 这个就是非常 明白的 不论是 对外的国际关系 或者是对内 公司 行号的增减 还有国民所得 那我觉得有几个数据啊 可以跟各位报告的 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在民国 98年 那个时候 我是在八八水灾之后 一个月 接行政院的院长 就继续 展开对中国大陆 我们签署了一个 ECFA 就是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经过了差不多 十个月的谈判 然后在民国99年 6月29号 我们签字了以后 就是可以签 正式的ECFA 那我方是派 海基会的江炳坤董事长 跟陆方的海协会 陈云林会长 在大陆的重庆 签署了ECFA 然后7月2号以后 他就回行政院报告 说已经代表我们国家 去签署了 那么我们就开 临时行政院院会 通过以后 就送请立法院审议 那么立法院在8月17号 就三组通过 那么依照两岸签ECFA 就是两岸都签署合法以后 生效当天 他的关税就减了一半 等到满一年 就关税归零 这个归零关税 总共涵盖了 539项照收清单 第一年开始 大概我们就539项 石化 线制机械车辆 以及其他的杂项 光色539项 第一年就有差不多700亿美金的顺差 后面每年都还继续有 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1100亿美金的顺差 到今天为止 这个ECFA还是在有效期间 所以我要告诉蔡政府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往来不只是平等 而且是考量到我们国家最高的权益 因为我们的贸易 大概百分之40 是跟中国大陆有关 各位看这个数字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签了三个FDA 其中最大当然是ECFA 接着是纽西兰跟新加坡 那么蔡政府定了两个FDA 一个叫巴拉圭 一个叫史瓦地尼 那么跟台湾的贸易量极低 对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只是签样子而已 我们签的都是比较有效的 那我跟各位报告 连观光客也是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 呈现百万位数的增加 我记忆力还好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从97年开始 那一年384万 境外观光旅客 384万 接下来我按年次就讲 439万 556万 608万 731万 801万 991万 第八年是 1043.9万 那我现在把年份都不必提 就从数字来念 384 439 556 608 731 801 991 1043.9 这个数字是每年成10.06%的成长 而且观光业是对旅行社有帮助 对航空有帮助 对饮食店有帮助 对饭店有帮助 对交通 游览车什么都有帮助 真是观光事业 我们到最后执政了一整年 那1043.9万的时候 大陆级的观光客是418万 所以我要劝蔡政府 拼经济还是最重要 所以这里面我们有写 我们中国国民党 真正有机会治理国家 报答国民的时候 我们会有四大支柱 过去执政那八年 就是按这四项再努力做 第一 连能而有效率的政府跟议会 我跟各位报告 我不管怎么讲 担任行政院长也好 做副总统相助总统也好 我们那八年 是真正连能而有行政效率的 第二个是繁荣均富的经济 要繁荣 要均富 要拼经济 第三 是公益和谐的社会 第四 是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 这四根支柱只要能撑得很好 基础巩固 我想我们中华民国 就会比较相对的国泰民安 这是我们中国国民党非常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党团 在立法院虽然席次少 但是各个都是精英 所以党团在立法院的发挥监督的能量 我们要特别给你们鼓掌 特别要感谢大家 我们要特别谢谢智库 智库也很有限的能量跟人数 也同样的能够提出 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一些主张跟政见 我们也应该对智库要补充一下 因为有大家共同努力 所以相得一张 在去年的上半年 11月24号的选举 我们才能够在22个县市里头 赢得15个县市长 不满各位讲 我那天看了以后 哎呀六都 人口排列前三名的 都是我军 你看400万的新北市 第二大的是287万的台中市 第三大是282万的高雄市 这人口前三大都是我军 第四大是非蓝非绿的科匹 这是台北市270万 第五大才是桃园202万 第六大是台南186万 我跟各位报告 这15个县市长 是从原来2015年的时候 是只剩6个 我们增加了9个 而且人口数 这个都有统计 我们15个县市的人口数是1500万 那民进党的6个 刚好约600万 那另外200多万就是台北市 所以基本上上半场打得不错 是因为我们的立法院 我们的候选人 从县市长 乡镇市长 议员 乡镇市民代表 村里长 大家都很努力 在国民党最艰苦的时候 大家群色群力 一心一德团结 所以我要非常感谢大家 下半场才是非常重要 1月11号 希望让我们重建一个好的政府 好不好 好 一个繁荣均富的经济 好不好 好 担一个更公益和谐的社会 不要发生有凶尸案 分尸案这样子 这个你看 光是蔡政府这三年 就三件了 你看多残酷啊 华山那个案你看 老公把老婆杀掉 切成八块 用塑胶袋这样去弄 这是何等残忍的东西 我想我们中国国民党 假如重新执政 一定要跟过去八年一样 一个公益和谐 没有那种残酷的 暴虐分尸的案件 我觉得这是我们国民党的 非常重要的 奸证的任务 当然繁荣均富的经历 是我们最需要的 另外 也要维持和平稳定发展 在一中各表的 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两岸能够和平稳定发展 它的贸易量占百分之四十 到今天为止 ECFA还好 还继续有效在施行当中 假如ECFA被断绝了 那四十%的那个贸易量 就没有办法享受那 五百三十九项的找收清单了 那这个是非常大的考验 所以今天因为是蔡政府 执政满三年 我觉得她在几个面向 其实交出的都是不合格的成绩单 当然我觉得在一月十一号以前 希望蔡政府能够 运用她最后执政的这一小段 做好的表现 将功赎罪 让我们国家能够 不要公司航号倒闭那么多 不要两岸说要维持现状 结果是形成僵局 然后国际的关系也逐渐萎缩 你看光是断交国 还有免签国 都是成绩不够好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记者朋友 共同一起用客观公正 求好心切的这种态度 来检讨蔡政府这三年的执政 的确是不合格的 所以假设蔡政府利用 最后这几个月 好好的打拼 这是我们的期待 假如她还是拼不好 那我们就希望 一月十一号 我们能够重返执政 好不好 谢谢各位 感谢大家 谢谢 好我们现在有三个问题 请问 联网 主席你好 我是联合晚报的晚林 主席想问一下 今天联合报公布最新的民调里面 韩国瑜市长他的民调 有下法的基想 那郭台铃的民调是在党内 他们两个相比的话是上升的 然后另外柯文哲 已经从边缘人变成他的民调算出 那您怎么看这份民调 我对这些没有评论 因为民调是经常在做的 有些有公布 有些没有公布 有些还在进行当中 还要看问卷的题目是怎么做 所以参考 是一定要参考的 但是我不便评论 因为我没有看到所有的他的 明白的具体的数据 而且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11点钟有外宾 美国前副参谋部长 前副国防部长 有安排要来拜会 所以我要先撕陪一下 因为11点刚刚好 谢谢你们 那留下来因为 你们假如要问 大概我们的智库跟党团都在这里 我就先撕你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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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民旅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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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结束好了 我们就过了 每个人多了 我们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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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不好意思 今天主席最好 下面有一个 就是外宾来访的 一个 参考人行程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儿 结束谢谢记者媒体 谢谢记者朋友 你们 来 来 那个 告一 是我还要请 那个媒体朋友 留步一下 我们的那个院党团 就要做一个 最后的一个总拍照